原住民的歌声以及乐舞传遍整个车站 屏东美和科大原砖班师生 带着日光乐佳日鹤长照中心的长者 到台铁新左营站内快闪爆加音 吸引路过民众驻足为观 那我们原住民同学是非常的热情 专门透过志愿服务的方式来学习助人服务 所以在去年开始跟今年我们社工系的老师 带领了我们原砖班的同学 在高雄左营站来报加音 也这个投资机会呢 老人 儿童以及旅客 能够享受到我们原著名的美 每和科大原砖班将近40位同学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筹备活动 前往长照中心关怀服务长者 透过实际行动陪同长者走出户外 感受圣诞佳节气氛 不要让给老人家看看他们看我们的活泼 然后给他们力量这样子 就是学影片自己跳 然后那个召集人这样子一起过来给老人家 这样子过圣诞节 然后让他们能够开心一点 每和科大强调 未来每年会举办相关活动 培养学生的团队默契 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服务 也让长者有个难忘的圣诞体验 原始新闻冷歌爱高雄左营采访报道